美國總統拜登15號表示捍衛海峽和平 因為在520總統就職前夕 就怕兩岸情勢一觸即發 14號下午5點起 國防部陸續爭獲了中共蘇凱30 運霸以及無人機等共有23架次出海活動 其中15架次逾越中線 而延伸線更進入了台灣北中以及西南空域 配合共建執行聯合戰備警巡 總統蔡英文再度為台灣發聲 蔡英文重申要為民主自由而努力 只不過兩岸情勢讓人擔心 在台灣政權交接的時刻會遭到中國發動攻擊 除了其實不要小看美國總統 美國總統指揮是很重要的 他既然做出這種所謂的口頭承諾 我想在日後或說最近這幾天 可能美國海軍還會派遣一刀神登局巡洋 驅逐券通過台灣海峽來捍衛 印太地區的決心 只要台灣不做出過分的舉措的話 中國政府大概也只是口頭或說外交上的一些 小小小 520總統就職前 台海成為美中台三方正常 一舉一動都得小心翼翼 不可小覷 三立新聞 林初前 楊紫玉 台北報導